家长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家庭学院 费城教育局的家庭学院课程与培训活动 那我是今天课程的介绍人,我叫钟玉兮 我是在费城教育局做中文语言协调服务 那在课程正式开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这场会议有哪些准则需要大家去遵守 首先,如果您对介绍的内容有问题的话 您可以在participants list,就是参与者的最下方 有一个raise hand的选项,你可以点击那个选项来举手 让我们的主持人就会把您的麦克风打开 您就可以提问,或者您也可以在聊天框里面输入您的问题 那在会议进行期间,我们的主持人会关掉 所有与会者的音频和视频,以尊重大家的隐私 如果您有任何后续的问题,可发送至ask at philasd.org 这个邮箱,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对您进行回复 今后如果我们还开展任何的网络研讨会的话 您可以在以下这个网址进行查看 我们也会把过去开展过的网络研讨会的录像放在这个网址上面 您可以随时上去观看 那本次的会议呢,也正在录制中 方便今后的使用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课程内容就是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为大家介绍一下费城教育局在暑假期间提供的 九个暑期项目 那第二部分的内容就是着重介绍 我们为这一届的高中毕业生们提供了哪些支持 来帮助他们顺利的从高中过渡到大学或者就业 那这场会议的时间是从两点半到四点钟 还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也是今天下午四点还有一个活动 叫做Face to Face面对面家长交流会 那这个会议呢是给家长提供一个讨论和交流的平台 让家长们就网课、暑期课程、秋季开学与否等一系列话题 进行讨论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那您可以在这个屏幕看到我们会议的ID和密码 您现在可以记一下 或者在这个会议的结尾 我也会把这个会议的链接发到我们的聊天框里 您可以直接点击进入会议 那再次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 如果您需要再次观看这次课程的内容 或者之前举办过的课程内容 您都可以访问我们的Fact网站 那我们就开始第一部分的内容 就是介绍一下在2019冠状病毒病期间 非诚教育局提供了哪些暑期项目 这些暑期项目是为了帮助学生们提高学习参与度 巩固在这个学年所学习的知识与技能 防止他们遗忘已经学习的内容 并且给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供不断提高学业水平的机会 帮助学生成功地从初中过渡到高中 以及为要即将高中毕业的学生以后的发展做好准备 那么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以及保持社交距离这个指令的要求 我们的所有项目都将在网上远程进行 那我会先介绍向所有年级 也就是幼儿园到12年级开放的项目 这些项目由多余种课程级项目办公室 和课程级教学办公室提供 然后我会介绍向小学和初中年级 也就是三到七年级开放的项目 这个项目是由课程级教学办公室提供 那我们给高中年级9到12年级的学生们提供了一系列的项目 由以下这些办公室提供的 那最后我再会给大家介绍一些资源 还有问答环节是设置在整个课程的结尾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向幼儿园至12年级学生开放的项目 第一个也就是我们很多家长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项目 叫做英语学习生暑期项目 这个项目的时间是从7月7日到7月30日 周一到周四来进行 那一到五年级学生的上课时间是上午9点到12点 六到十二年级学生的上课时间是上午10点至下午1点 这里更详细的介绍一下 那这个英语学习生暑期免费项目呢 重点是放在英语和数学的教学上面 费城教育局的老师将在Google课堂上 在线给学生上课 您的孩子将会配由一名英语老师 一名数学老师和一名双语顾问助理 我们也叫做BCA来支持孩子的学习 那星期一和星期二上的课是英语 星期三和星期四上数学 学生每天参加课程的时间为三小时 那关于这个课程的报名要求呢 学生需要满足以下这些条件 首先就是您孩子的ELL等级 也就是英语水平等级要在1和2 那么孩子是要在2019年1月1日以后入学的 然后是要在美国境外出生 如果您的孩子满足这些要求 并且您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 您一定要在6月3日之前申请 截止日期是6月3日 那这个申请的链接您可以在我们教育局的官网上面找到 等一下我也会发到聊天框里 那如果您需要更多的帮助或者咨询有关的问题 您可以发邮件至以下这个 multilingualatphilosd.org这个邮箱 或者呢您可以拨打我们多语言热线电话 那大家要记得就是汉语的热线电话 2154008482 那有些家长可能要问啊 那如果我的孩子不是在美国境外出生的 但他的英语水平不是很好 我可以报名参加吗 那答案是您可以申请的 但是您的孩子会进入到等候名单上 对 然后如果您想查看孩子的英语水平呢 您可以在孩子的报告卡 也就是成绩单上面看到 上面会标注出来 或者您可以看孩子参加那个access 也就是英语等级考试的成绩单上面也会有标出来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项目 叫做2020年远程的延长学年项目 那这个项目呢 是给残障学生在180天的常规学年以外 提供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等项目 学生参加这个ESY项目的资格呢 需要由学生的IEP团队来决策 ESY项目的服务量 类型或者持续时间不是固定的 我们这个项目会根据每个学生的需求 来为他提供能够确保他接受合适教育的必需服务 这个项目的时间是从6月30日到8月6日持续6周 在周二周三和周四的上午9点至下午1点向学生提供 如果您需要咨询关于这个项目的问题 您可以发邮件到esy at philasd.org 那下面我们来看看 像三到七年级学生开放的项目有哪些呢 首先就是一个叫做学业复习的暑假机会 简称为SOAR的项目 这个项目呢是给三到七年级的学生提供支持 这些学生包括有英语语言学习生 也就是我们说的ELL学生或者ESO学生 还有就是特殊教育高法学生 以及被认定为在英语和或数学方面水平较低 需要补习的学生 那这个项目的目的是帮助被认定为 需要持续得到支持的学生 减小他们在暑假学业退步的程度 这个项目的时间是从6月29日到8月6日 持续六周 上课时间是从上午9点到下午1点 家长可以前往费城教育局的网站上面来给孩子注册申请 这个链接我等一下会发到聊天框里 那家长们要记住这个项目申请的截止日期是6月12日 您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您需要联系孩子的学校老师或校长 或者发邮件至soar.philasd.org 那接着我们来看看开放给9到12年级学生的项目 首先是一个叫做职业技术教育暑期就业力项目 那这个项目呢是为14至18岁的高中生提供暑期就业和充实的机会 CTE也就是职业技术教育暑期就业力项目是一个创新项目 为目前在费城公立学校就读的职业技术教育学生提供机会 让他们获得宝贵的工作经验 并发展培养有意义的技能 从而让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当中可以应用到这些经验和技能 那这个项目呢是职业技术教育学生在整个学年所学课程的一个延伸 也是在网上进行的 我们鼓励2020届的学生也就是即将毕业的学生们来参加 项目的时间是从7月6日到8月28日 每天进行4小时 课程时具体的课程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 但都是在上午的8点到下午4点之间 那如果您想让孩子参加这个项目 您需要联系孩子的CTE老师来确认孩子是否有受到参加的邀请 那需要提醒家长们的就是参加这个项目 学生不需要得到工作许可 但是要提供工作资格证明 包括社保号也就是SSN的证明和年龄证明 比如出生证明或者是学生证 那以下这两个项目呢是由我们的高等教育预备办公室提供的 首先是一个叫做暑期桥梁项目 那这个项目呢是给即将升入九年级的学生 也就是目前就读八年级的学生提供一个为期四周的过渡项目 项目呢是为需要巩固和提高八年级数学和英语技能的学生设计的 学生在这个项目里呢 也将有机会培养到他们学业以外的技能 比如目标设定技能 领导力 时间管理和合作团队力等技能 这个项目呢将由我们费城教育局的老师提供英语和数学教学 以Google课堂的形式在网上进行 学生会配有一个英语老师和一个数学老师 项目的时间是从七月六日到七月三十一日 每周一到周五 那这个项目的形式呢 会由每周五小时的实施教学 每周十小时的非同步学习 以及每周七小时的会谈形式 以会谈形式来提供的实施的支持 这个非同步学习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灵活的学习设计方案 我们会预先给学生提供他们需要学习的模块 学生呢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时间表来学习 并且完成各模块的知识 这样子做的目的呢 是方便学生根据自己的节奏来进行学习 这个申请的链接 也在我们的官网上面 您可以看到 但是我等一下也会发到聊天框里 如果有疑问呢 您要联系 summerbridgeatfielasd.org 那然后是我们叫做创业教育的项目 也叫做startup edu 那这个项目呢是只有75个名额 所以是先到先得 感兴趣的家长呢可以尽快的申请 那这个项目是为期四周 从7月6日到7月31日周一到周五 那这个项目的进行时间和暑期桥梁项目非常的相似 也是会有每周五小时的实时教学 每周十小时的非同步学习 还有每周以会谈形式进行的五小时实时支持 那在申请的时候呢 您需要注册一个账户 并且输入一个叫做PYN推荐码的一个号码 那九年级的号码是IA013 十到十二年级的号码是IA012 您可以记一下 不过这些信息都有在我们的官网列出 您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查看 那有问题的话 您可以发到startup edu at philasd.org 这个邮箱 然后向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合作开展的一个全新项目 叫做宾大准毕业生暑期学院 那对象呢是费城学区公立学校和特许学校 比如是charter school的准十二年级学生 也就是目前就读十一年级的学生 所以家长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项目不仅仅是给费城学区公立学校学生提供的 charter school学校的学生也可以申请 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 要尽快申请 申请的时间是从5月18日到6月12日 这个项目会在5月28日 星期四上午10点或者下午5点 开展一个信息会的介绍 那申请的链接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查看到 那这个项目的进行时间是从7月6日到7月31日 那在右边我们列出了一个叫做OpenRSSA和PenRSSA学院两个部分 那因为这个项目呢是由这两个组成部分的 OpenRSSA呢 主要内容是涉及到帮助学生准备进入大学就读 以及帮助学生们学习一些个人金融知识 项目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广泛 并具有很大的现实运用意义 所以学生在成功完成项目后呢 将收到结业证书 那学生可以把这个结业证书放到他们的简历里 或者大学申请材料里 为申请材料 丰富学生们的申请材料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LinkedIn 领英网这个职业求职网站上面 那PenRSSA学院呢 一共是有2500个名额 这个项目涉及到的内容 包括有学业方面的 职业发展方面的 还有高中毕业以后的发展预备方面的内容 那这个项目的师资力量呢 是由大约100名滨大的研究生和职业学生们 以及来自滨大12个学院的学科专家们组成的 这个项目由实时教学 和我们之前提到的非同步学习构成 那非同步学习就可以让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时间计划 来完成相应的学习内容 成功完成项目以后呢 学生有可能会在他们的高中成绩单上 得到一个高中学分 Summer Heat项目也叫做助力全员共同成就项目 这个项目的对象是目前就读12年级的学生 项目为他们在高中毕业以后顺利过渡到大学 或者是进入职业生涯来提供支持 项目的内容呢 包括确保学生完成秋季进入大学就读的 所有最后要办理的手续 以及为要进入职场的学生们 提供一些本地机会的资源 包括帮助他们进行工作文书 就业的准备 安置以及申请实习等 项目的时间是从6月22日到8月7日 周一到周四 感兴趣的学生要完成这一个注册表 如果你有疑问 请发邮件至 collegeandcareeratphilasd.org 最后是一个叫做暑期学分补修项目 由高中知识办公室推出的 这个项目呢 是让九年级 十一年级和十二年级的学生 补修两个 他们在这一学年所修读的 但没有通过考试的课程学分 包括英语、历史、数学、科学和西班牙语 那这个项目的上课时间 是从6月29日到7月31日 周一到周五 那在7月3日呢 我们会放假 因为是7月4日是独立日 所以是一个独立日周末放假 那上课的时间分为两节 第一节是从上午10点到11点半 第二节是从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 那想要参加这个学分补修项目的学生呢 需要由家长或监护人联系 您学校的辅导员或者名册主管 来了解申请这个项目的相关资格要求 那这个链接呢 就是我们关于所有暑期项目的一个汇总 您可以登录这个链接 登录这个网站来查看所有的暑期项目 所有的申请链接也放在这个网站上面了 那有任何问题呢 您都可以发邮件到 collegeandcareeratphilasd.org 我们还有一个专门为毕业班学生提供服务的热线 2154004130 您可以在周二至周四的上午11点至下午1点 拨打这个电话号码来咨询 那想要提醒家长的是 刚刚我介绍了这么多个项目 一共有9个之多 家长们可以看一看哪一个项目是最适合您的孩子的 您也可以和孩子一起来讨论 听听孩子的想法 再选出一个最满足孩子发展需求的项目 那要记住的是一定不要给孩子太多的压力 那刚刚在总体介绍了所有的属性项目之后 我们现在来专门讲一下 费城教育局给2020届毕业的学生们 专门提供了哪些支持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介绍的支持主要有三个方面 学术方面的 职业就业方面的 以及技术方面的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 学术上面的支持 那这个热线呢 就是刚刚提到的 给毕业班学生们开设的热线 那接热线的教育专家们呢 将会为学生提供实时的支持 帮助他们寻求中学毕业后的教育机会 并且将他们和学校的辅导员联系配对起来 指导学生们完成大学入学或申请文书的工作 并且呢 我们的教育专家也会协助学生完成 FEFSA申请和验证 那FEFSA呢 是叫做联邦学生援助免费申请 符合条件的学生可以通过这个项目 来申请奖学金 助学金 学生贷款等财政援助 从而能够顺利的再完成大学的学业 那有兴趣的毕业班学生呢 毕业班学生们可以拨打215-400-4130 或者发邮件 至collegeandcareeratfillsd.org 更多的详细进息呢 你也可以访问 以下这个网站 那这个项目 我们刚刚也是有介绍到的 叫做延长学年服务ESY 那它是给所有年级学生开设的一个项目 这个Startup EDU创业教育 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它是给9-12年级学生开设的项目 那名额只有75个是先到先得的 所以感兴趣的家长呢 一定要尽快申请 那这个项目呢 是帮助学生们打造企业家思维的 学生将会通过学习 成为企业家所必备的技能 而掌握一系列创业所需要的技能 那所学习的内容包括有演讲技巧 市场定位 金融和预算等支持 顺利完成项目的学生们呢 将在项目结束的时候获得奖励 这个Summer Heat 助力全员共同成就项目 我们刚刚也介绍了 它是专门为12年级学生开设的项目 那熟悉学分补修项目 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它是给91、12年级学生开设的 那想参加的学生呢 需要通过你们学校的名册主管 来进行预注册 预注册的时间是5月27日至6月5日 那想要了解预注册信息的家长们呢 需要联系你孩子学校的辅导员 或者名册主管 来咨询参与这个项目的资格 那这个项目是有出勤要求的 规定缺勤 包括请假或者其他形式的缺勤 都不能超过两次 并且要顺利通过期中期末考试 以及达到课堂参与的标准 那在完成这个学分补修项目之后呢 我们将会给学生邮寄 或者当面颁发毕业证书 这就要取决于 那个时候的社交距离要求 那我们将向在所有方面 都达到最低毕业要求的学生 颁发毕业证书 没有例外 那这个项目的考试有两场 一个是期中考试 是在7月14日 另一个是在期末考试 是在7月27日 那顺利从这个项目毕业的话呢 学生们一定要通过这两场考试 那而第二个方面的支持 就是职业方面的支持 这个CTE暑期就业力项目 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它是给10到12年级学生开展的 如果您想要参与的话呢 您需要联系学校的CTE老师 来确定孩子是否有参与的资格 那这个项目会提供很多不同方面的板块 那比如有高等电子学 商业营销方面的 数字媒体制作方面 以及影视制作方面的 学生参与这个项目呢 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奖励 那最后想要提醒家长们的是 关于一个叫做工作文书的信息 也叫做working paper 那所有14到18岁 想要工作的学生们 都需要准备这个working paper 工作文书 并且学生是要 必须亲自到教育局去办理的 办理的时间呢 那是周二到周四的上午10点 至下午2点 那请大家们放心 请大家放心 我们在办理过程中会遵循 新冠肺炎的相关安全程序 那学生手必须要 首先在网上注册 来预约一个时间段 并且提前打印好 他们的工作许可 申请材料 以及准备好年龄证明 年龄证明可以是护照 或者是学生证 或者是出生证明 那预约的话 学生们必须要登陆教育局的 职业技术教育办公室网站 来进行在线的注册 那最后一个支持是 技术方面的支持 之前教育局为所有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免费借用 Chromebook笔记本电脑的机会 那在2020届学生 也就是即将毕业的这一届学生们 他们在完成费城教育局暑期课程之前 都是有资格继续使用电脑的 我们还提供了一个专门的电话技术支持热线 2154004444和一个电子邮件 familytechsupportatfila.org 来为家长和学生们提供 在电脑设置以及使用方面的帮助 以及提供一些解决电脑损坏或故障等基础 技术问题的帮助 那最后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毕业典礼的内容 我们的2020届毕业典礼将于6月9日上午11点在线举办 我们有幸的邀请到了NFL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两名运动员 还有说唱歌手blackfoot以及费城76人篮球队的总经理 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 那在晚上7点钟还会有一场后续的派对 您可以登录这个页面上列出的这个网址 来查看毕业典礼的详情 包括定制邀请函 演讲嘉宾 表演嘉宾等信息 希望大家到时候都能够出席我们的在线毕业典礼 为我们的2020届高中毕业生们加油喝彩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课程的所有内容了 有问题的家长们呢 现在可以通过举手功能 或者在聊天框里输入您的问题来进行询问 如果家长们有对哪一个项目特别感兴趣的话 您也可以告诉我 我会把项目升级的链接发到聊天框里 Yuxi I think you have a question in the chat Yuxi I think you have a question in the chat 这个项目就是这一个项目了 不好意思 学业这个SOR项目 我会把项目搜紧的链接发到聊天框里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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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家长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OK Yes, so I just showed the information for that question for this parent and there are no more questions now. It looks like somebody else has a question. I'm going to unmute them. OK Oh, there they go. Do you have a question? Yeah 你好 你好,我想問一下就是我兒子就是現在是八年級 然後他就準備生九年級 然後就我想問一下那個暑期有什麼那個項目啊 然後還有就是他要進高中的那些流程要怎麼處理啊這樣子 就是能幫我解法這些嗎我想了解一下 他現在是就讀八年級要進入九年級就是要升入高中 對對對 有哪些項目 那就有這個CTE暑期就業力項目 暑期橋樑項目 這些你可以發給我們看嗎如果 可以 就是我們有一個專門的網站 我可以在聊天框裡面發給大家 好,謝謝 你可以看 然後您在看的時候呢可以選擇 左上角這裡有個select language 如果你之前不知道這個功能的話 您可以選為Chinese 然後就會有都會翻譯成中文的 嗯 有些翻譯可能不是很準 但是大概的內容您都能夠理解 哦 就是 他在那個教育局那個網站上是吧 是的 然後就點擊 哪一個 哦,我已經翻到聊天框裡了 哦,聊天框 對,Chat那裡,您直接點開就能夠看到 哦,我現在 我現在就可以看得到 你這個界面 但是 就是說 如果我們推出了這個視頻會議之後 我就不能看到了 您可以保存這個鏈接 在哪保存 嗯 嗯 就是或者您可以就直接在 啊 Google上面搜 FillaSD 就是我們費城教育局的一個縮寫 然後您在搜 Summer programs 您也會進入到網站 就在這個教育局那個網站上面搜索 那個Summer program 啊 在搜菲拉SD 就是費城教育局 那關於您孩子進入高中要做哪些準備的話 您需要問具體聯繫孩子學校的老師吧 或者聯繫有那個輔導員 他們 他們比較了解 具體 啊 的申請情況 以及能夠 根據您孩子的具體的信息來回答問題 我今天這個課程主要講的就是 給大家介紹一下暑期項目 以及給高中畢業生們提供的一些支持 好好好 謝謝啊 不客氣 OK OK you have somebody else that has their hand up I'm gonna unmut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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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那是同样的男人 没关系 我认为有人放了一些东西 有家长问 对于项目有兴趣的话 是不是都要联络学校 有些项目是要的 比如说ESY项目的话 需要联系您孩子的 IEP团队 但是对于像英语学习生 暑期项目 如果您孩子满足 我们刚刚提到的几个条件的话 您是可以直接 在网页上面申请的 还有一个 和宾大合作的项目 您也是可以自己申请的 您是会进入到 并大的网站上面来填写申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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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能听见吗 能听见 毕业典礼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庆祝活动吗 刚才你提到的是高中的毕业生 12年级 那我想请问我们8年级的会有什么活动吗 8年级的活动 我不太清楚 好好 没事 那我问一下我们的校长 那您说的是说 您希望把这些PPT发给您吗 因为这些信息都有在官网上列出 虽然说是英语的 对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你方便的话 就是您希望让一份中文的对吧 对 中文的 如果今天没有参加的话 我就发给他们 他们就知道这些信息 可以的 谢谢您 不客气 然后没有来参加的家长们 你也可以登陆我们的FACT网站 这个家庭学院课程与培训网站 我们会把之前所有进行过的课程的录像 都放在这上面 那您点进去以后呢 会能够看到所有的这些报名的链接 都会在视频的下面标出来 那刚刚那个家长 有一位家长还问到 这些网页链接都在教育局的网站上面找得到吗 是找得到的 就是我刚刚发在聊天框里面的那个网站 就是Summer Programs的这个网站 那比如说 那个英语语言生的学习项目 这个链接没有 网站上面没有 我可以发到聊天框里 这个是一个直接报名的链接 那比如说和宾大合作的那个暑期学院的项目呢 是在网站上面有链接的 这里 您点进去就可以申请了 那还有一些可能是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资格 才能申请的项目 比如学分补修项目 或者是 这个SOR项目呢 是要 这个就需要联系孩子学校的老师或者校长 来询问他们 您的孩子是否有参加的资格 再来通过老师来报名 那家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或者您对哪一个项目特别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直接在聊天框里把链接发给您 You have another question I'm going to ask the unmute Hey 你好 Hey 你好 不好意思 我今天迟进去了 然后刚好进去的时候 你们就开始发问问题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小孩 9月份那青年级 Summer有什么 可以参加的吗 好像刚才有看到你发上去 就现在还在读六年级对吗 对对对 那六年级的话就是 他不是特殊教育学生吧 他是公立学校 那他可以 如果他是一所学生的话 他可以参加英语学习生暑期项目 他不是一所学生 他不是一所那就还有一个项目是这个SOAR项目 但这个SOAR项目的对象也是 一所学生或者是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 或者是他目前在英语和数学科目成绩比较不理想的学生 就是只有这些项目 需要申请register 需要登录吗 然后申请吗 您说的是哪一个项目呢 就是比如说你说SOAR这个 这个项目是要申请的 截止日期是6月12号 OK好的 好的谢谢你 那如果小的有没有参加 因为他们上面在家 我觉得应该没事做 还有一个就是二年级 九月分年二年级 二年级的话 就是只有英语学习生暑期项目 和这个针对特殊教育学生的ESY项目 OK 好 那谢谢你 就是都要进去然后登记 申请就可以了 您刚刚说的这个SOAR这个项目呢 您是可以登录这个网站上面 还有这个您点进去 Complete and Disapplication 您就回省 OK好的谢谢你 不客气 刚刚我发的那个 英语学习生申请项目的那个链接 现在打不开了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 OK好 我到时候再问一下学校里面的老师 对 这个就是您都可以联系孩子的老师 或者学校的一艘老师 他们会更加清楚 OK 好的谢谢你 不客气 OK 那你不客气 那你不客气 OK 那你不客气 OK 那你不客气 你认识认识吗 是你 你明白吗 我认识吗 所以我现在 不是很努力 这是 我应该知道 我没有想到 我什么都可以做 这个网站 那大家也先记一下这个网站 I'm going to take this person off of you Hey,你好 Hey,你好 你好,我小孩今年九月份就七年级了 那我现在有个问题是 因为他六年级的时候 是在私立学校 那我七年级想转到我这边的 Home School 我要怎么走 就是您想让他 接受Home School教学 对,就是 就是那个 我家这边地址 这边有个中学 我就想让他转到公立学校 我这个流程要怎么走 那个学校是费城的公立学校吗 对,在我家的这个是公立学校 我现在是想让他从私立学校转到公立学校来 那个学校是您的就进入学学校吗 对,没错 那这种情况的话 一般我们是您可以直接到学校去报名注册的 但由于现在受疫情的影响现在关闭了嘛 所以不太清楚学校什么时候会重开 那等开了以后 我觉得才可以报名 对,因为我就是 就是会担心九月份那个没有开学 没有开学的话 他小孩子的话就等于还得继续在那个私立学校那边 online学习嘛 不是基于这个原因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还是继续待在那个私立学校 你也可以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 office of student enrollment的办公室 你也可以跟他们问一下 可以给我这个办公室的那个链接 或者那个联系的方式吗 可以的 好,谢谢 我发到聊天框里 好,谢谢 谢谢我没问题的 好的,不客气 那刚刚我看到有一位 有一位参会人员 他发了另一个链接在聊天框里 那个链接就可以打开了 就是那个ELL英女学习生暑期项目的申请链接 大家可以点点那个链接 看看能不能 看看你能不能够打开来申请 就是这个 那还有家长有问题吗 家长问SOR这个项目是要联络学校还是直接在网络上申请 SOR这个项目呢 您是可以 家长是可以为孩子们来直接进行注册的 你就登录我们的官网上面 然后打开链接就可以来注册了 好 不客气 那这个整个暑期项目的总体介绍的这个网页 我再发一遍到聊天框里 那还有家长们有问题吗 不客气 欢迎 非常感谢家长们能够来参加 今天的这一场课程 那刚刚我也提到了 我们等一下4点到5点还有一场家长交流会 那这个呢是主要让家长们来发言 来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的 那您感兴趣的话呢 也希望您在4点到5点的时候来参加 您可以随时进入这个会议 您不用说一定要在4点待到5点 您随时进来都可以听取大家的讨论 我现在把这个会议的链接发到聊天框里 或者您也可以直接打开 我们用的聊天软件 会议软件是Zoom 您可以直接打开Zoom这个应用程序 然后输入会议ID和密码 也可以进入我们这场会议 那在这场会议上面呢 您就可以就网课进行的怎么样啊 您在孩子的在家学习 教育方面有什么心得 或者遇到什么困难 以及秋季要不要开学 怎么样最好的 既能保证到孩子的安全 又让孩子能够接受正常的教学 来提供您一系列的想法 就是让家长们来交流的 不用谢 还是感谢大家来参加 我们以后可能还会有后续的课程 或者是家长交流会 您都可以登陆我们的 官方网站上面来查看相关的信息的 我也发到两千块 You see you had somebody else that had their hand up I'm sorry Okay Yes I know you're running low on time I'm going to ask this person Hello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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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听到我讲话吗 听得到您说 太好了 我一个孩子 9月份是10年级 在我们汇城公立学校 能不能发个年纪 10年级的孩子 有什么暑假的 十年级是吗 十年级 他是一所学生吗 什么叫一所学生 一所学生 就是英语水平还比较低的学生 需要专门接受英语课教学的学生 那不是 不是的话 他是即将进入10年级是吗 对 9月份是10年级 那他可以 比如说 他对职业技术教育方面 就是感兴趣的话 可以参加这个 这是就是让学生们 通过参加就业项目 来获得一些工作经验的 那他也或者我们还有这个 暑期桥梁项目 这个就是给 这个是给即将进入9年级的学生 那他不是 那或者这个创业教育的 就是培养孩子们的创业精神 OK 那OK 或者还有这个项目 就是和宾夕法尼亚大学 合作的这个项目 就这两个项目 比较适合女孩子吧 一个创业教育 一个宾大的暑期学院 OK 好的 这些都是在那个 Facts这边网站 都可以自己申请 对吗 不是Facts网站 Facts网站是课程的网站 是我刚刚发的那个暑期项目的网站 你有看到吗 我现在再发一遍 好的好的 您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看到 好的好的 还有一个 私立学校 9月份是去八年级 有没有program呢 我们现在介绍的都是 费城教育局的项目 那费城教育局是服务公立学校的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OK 我没有问题的 好的 谢谢您 拜拜 那还有家长没有问题吗 可以提出来了 或者您也可以参加我们四点钟的那一场会议 到时候我们还会有很多经验丰富的BCA老师 也就是我刚刚提过的双语顾问助理 他们就是在学校里工作的 他们可能能够提供一些更有针对性的意见 那您也可以来参加 有家长问我刚刚说的哪个课程是适合即将进入九年级的 这个是一个叫做暑期桥梁项目 Summer Bridge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暑期桥梁项目 Summer Bridge Program 那这个项目是专门为即将升入九年级的学生提供一个过渡的 目的是巩固他们八年级所学的数学和英语技能 以及帮助他们发展学业以外的技能 包括领导力呀 时间管理呀 我可以把这个链接也发到聊天框里 然后你会把这个链接收到一张的 S-O-A-R的这个Program 然后这个Program是不是只是针对那种 就是说英语程度不是很好 然后他的学习就是说包括他的数学 ELA还有他其他课业上的 就成绩不是很好的学生的 对对对是的 那如果有没有是Program针对的是正常学生 就是说他们也不是一手学生 那也不是IEP的学生 就是成绩还可以 但有没有那种就是说 可以巩固他们这下半学期 从疫情开始以后的 就是说因为学校也没怎么上课 然后就想问有没有这样子的Program 可以针对他们那种就是学习的 那目前我们是没有的 就是这九个项目里面针对三到七年级的学生 就只有这一个S-O-A-R项目 就是说没有针对那种正常学生的 因为我刚刚看了所有的Program下来 就是说都是针对的一手的学生 IEP的学生或者是厂商学生 要么的话就是高中生的项目比较多一点 高年级的项目多一点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那Middle School的Program也不是很多就对了 嗯是 今年没有专门为像你说的给小学初中的成绩中上的学生开展的项目 那我们也我也可以把您这个意见记下啊 向他们反馈看看明年能不能够开展更多的项目 对对对 因为因为因为是没有 对因为我之前有 昨天前天我有去网站上看过Summer Program 然后整个Program看下来就全部都没有针对就是正常学生的那种Program的 是的对那好那那麻烦你帮我帮帮我们因为反馈一下对 正常的学生比较多你知道吗 因为IEP的学生也好还是长占学生也好 一手的学生也好 因为还是占少部分的 因为正常的学生的比例还是占的比较多的 是的是的 对我们可以就是向这些办公室主观部门反映一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开展更多的项目 服务更多的学生 因为今年夏天因为我很多的Summer Cancel全部都没有掉的 就全部都Cancel了 然后学生也是待在家 那他们在家也不知道做什么 所以我就想那就是说教育局他们就是说有一些Program 可以针对正常学生的 是的 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建议 好那谢谢 那我等会在那边就是4点到5点的那个会议 我可不可以提这个问题 那个会议您也可以提到 对那个会议的参加对象就是也是家长们 我们也是让给家长们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 让大家一起来分享想法 然后我们也会记下家长的问题建议向上反馈的 好谢谢你 谢谢你 太谢谢你了 都是你在这边那个方译 然后介绍 真的太谢谢你了 不客气 应该的 我们也给家长们服务 我们也很开心 谢谢 谢谢 好谢谢 那就感谢大家的参加了 我们这一场活动就到这里要结束了 那您可以继续移步至我们4点钟的那一场会议 再来发表您还有其他的意见啊想法啊都可以提出来 是的 是的 I think that's all. All right, we are done. Did you want to let them know about your face-to-face? Yes, I just mentioned it and I'll also share the links with them. Okay, great. All right, I'm going to stop recording. Thank you. Thank you.